三二三二三 上次已經說得一清二楚 劉碧還在做什麼? 你不如趁荊州木病得溫溫噴噴 不如暗中下藥,吃得他癡癡呆 讓他在傻傻傻的情況下千瓣為足 是不是? 原來是心有不甘 上次彭德和岑東兩位老章軍 說得很清楚 分為足是確實無悟的 我來警告你,如果你再無力的話 我又隨時把你處死 蔡夫人,在荊州木臨終的時候 你不讓任何人接觸他 就連大公子亦被他鑽門外 你為什麼要這樣走? 我知道在荊州木離世之前一個月 他原本用的近身士皮 全部都被蔡夫人換走了 你要荊州木與世隔絕 就是方便趁他神志不清 你可以為所欲為 我記得大約一半年前 我和荊州木在西山受戀 他稱讚大公子品性純良,仁德謙厚 如果他神智清醒的話 立的一定是大公子,不會是二公子 事實擺在眼前,沒得抵擾 如果這是什麼事實? 現在是選繼任人 不是品評其義,不是從而品性優廉 就算荊州木稱讚過其義 說他品性純良 就代表他可以管治荊州嗎? 我夫君選的是領袖之才 眾所周知,荊州木曾親口稱讚大公子 說他鎮守江夏很稱職 好啊,既然鎮守江夏這麼稱職 那就繼續當你的江夏太守 不過不是荊州木 你說我夫君稱其義是半年前的事 不過正所謂今時不同往日 夫君很早之前已經改變了主意 是你們不知道而已 蔡夫人,你剛才說很早之前 那是什麼時候? 一個月前 但是幾天前,荊州木親口跟我說 說要立大公子 娘 劉備,我夫君只是跟你提及過 要立大公子? 沒錯 真的? 是 你說謊,我夫君臨終前跟我說過 說我當日見面的時候 曾經跟你提及過要將荊州讓給你 有沒有這樣的事? 有 那為什麼你一直都不提這件事? 我已經當面拒絕了荊州木 而且這件事 與大公子繼任荊州木無關 所以不值一提 你當然不想提,你根本有心想引人 因為你想坐荊州木這個位置 你真狡猾 你明知道荊州木就算讓位給你 你都難以復仲 所以你就以退為盡 先拒絕他好意 然後暗中扶植劉備 沒這麼說 劉備對你事事言定計從 是你的傀儡 他接掌荊針等同你控制荊州? 到時候大局已定 你的自立就是荊州木,是嗎? 不 你掩飾真相 讓我揭霍你謊連篇 你這種品駕所說的說話 根本就不值得相信 亦不需要理會 各位將軍,劉必加,我覺得對 而最重要的是 這份真真實實的遺囑 由我孤軍親筆簽名 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 從而就是繼任人 怎麼樣? 怎麼樣?無言以對嗎? 好,那一切雞迷糟去辦 繼任而適 還要喪禮一個月後舉行 這死婆娘有什麼破綻呢? 破綻一定在遺囑上 但是那兩個德高望重的老將軍 說他簽名是真的 可惜沒有證據可以證明 劉表在神之不清的情況之下簽名 一天最壞都是劉表 生得瘟瘟瘟瘟瘟瘟的 買鬼簽名 還簽得鬼那麼有力,鬼那麼清楚 說他生病也沒人遂 我鄉下一個有錢人 他的子女爭產 他病得彎彎彎的立遺囑 簽名是歪來歪去,震腾腾的 經州木病得這麼嚴重 簽名反而光景有力 彭將軍、岑將軍 劉備一次又一次質疑那份遺囑的真偽 結果每次都是誣蔑 你們有得他這樣做嗎 遺囑關係到經州前途 沒辦法不慎重行事 我不管,劉備 這次就是最後一次 好 好,我以宿命保證是最後一次 好,我今天就要你死一條心 蔡夫人,勞煩你憶述一下 經州木是怎樣寫下這份遺囑 我夫君臨終前說要立遺囑 但當時他已經病入高坊 手抖得很厲害 於是親口跟我說述遺囑的內容 再由主寶草椅那份遺囑 好,我夫君核實之後就簽名作證 過程就是這麼簡單 蔡夫人,經州木當時的手 真的抖得很厲害? 是呀 蔡夫人,既然你說經州木當時的手 抖得很厲害 那為什麼遺囑上的簽名這麼剛勁有力 你覺得她的簽名很剛勁有力嗎? 我覺得她是軟弱無力 別撐了,拿經州木生前的簽名出來 對照一下,就自有分曉 這張是一年前,這張是半年前 三個月前,半個月前 五天前,一天前 蔡夫人,又是你說經州木臨死前 才立遺囑 但是這份遺囑上的簽名剛勁有力 對照之前公民上的簽名 很明顯這份遺囑上的簽名 是半年前或一年前簽的 實情是蔡夫人早有部署 在半年前 竟然握了經州木在白紙上簽名 然後再在這張紙上,找人填上內容 那就想寫什麼都行 你不用去找某士廷 經州木這麼精明 他怎麼會在白紙上簽名? 也對,經州木怎麼會這麼蠢 在白紙上簽名呢? 其實很簡單 只要趁經州木不為意 在一疊例行公文裡面 攝入一張白紙 說明是例行公文 那經州木當然沒看清楚就簽名了 拿著你一張簽名的白紙 那份遺囑的內容想怎麼寫都行 你們一派胡言,根本沒有真憑實據 遺囑上的簽名千真萬確 你們就要跟遺囑去辦事 由遺囑上簽名的墨色 光澤暗雅,褪色狀況 墨汁滲透的程度 很肯定這是多過以前的簽名 而相反,內容就是剛剛才射下去 彭將軍、岑將軍 你們只要仔細看就會一清二楚 諸葛君是所言甚是 遺囑上的簽名確實是半年前的文跡 內容是新加上去 蔡夫人,你毅造遺囑,還有什麼說話好說 你不如神賊子 賜至人多世眾欺負你夫而寡婦 我不等你們這樣 現在真相大白 荊州木之衛就由大公子劉奇繼任 謝謝劉皇叔和諸葛君師的幫忙 謝謝